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浩说会让我的每一天都幸福地冒泡 他带给了我前所未有的浪漫 我不顾家里人所有人的反对 依然和李浩登记结婚 然而李浩家里也没人反对 他说他是个孤儿 没有房子和轿车 我没觉得有啥失望的 全国又不是指我一人租房及公交 两个人幸福地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 倒是我妈天天唠叨个没完 总说我家的太亏 有一次竟然在李浩面前忍不住抱怨 嫌弃我连个房子都没有 李浩的脸色自然不好看 我赶紧打圆场 我就喜欢租房住 谁稀罕大房子 那晚李浩将我紧紧地搂在怀里 宝贝 我们也会有大房子的 婚后也是浪漫了一些日子的 可随即生活琐事搬上了台面 首先是做饭问题 我俩都不会做饭 开始还厚着脸皮回娘家蹭饭 可几次之后 我妈对李浩是百般刁难 让李浩很是生气 坚决不同意回娘家吃 可谁做饭呢 李浩就使出了杀手锏 你比我大 当然要做给我吃了 我被李浩的样子逗笑了 心甘情愿进了厨房 后来我才彻底醒悟 她的撒娇 让我彻底粘在了灶台上 从此以后 做饭似乎就是我分内的事了 与她没有任何干系 这事我倒是没放在心上 骨子里我还是很女人的 我觉得做一顿美味的饭菜 抗老老公的胃 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我们的第一次冲突 是劳动节那天 李浩请了一群哥们 来家里聚会 那天 敢瞧我身体本就不舒服 我像个保姆似的伺候着他们 吃完饭 他们又瞅着打麻将 李浩朝我手一挥 洗点水果过来 转身的时候 我清晰地听到一个男孩说 哥们 行啊 你这找的老婆比保姆还敬业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请了阿姨呢 李浩自豪地吸口烟 那是 我在家里什么活都不用干 只管吃喝 我扶着已经快累断的腰板 心里涌起一股无名火 感情我变成保姆了 送走一群人 我当即和李浩说 以后请客吃饭去餐厅 里里歪歪都我一个人干 你以为你老婆是机器人呢 李浩阴沉着脸 不就做个饭拖个地 事与那么累吗 行 以后不麻烦你了 我被李浩的话 气得半死 结婚第三个月 李浩突然告诉我 他想和哥们一起开个浴室店 说哥们有个亲戚 做浴室生意 渠道有保证 老婆 我做梦都想给你买个大房子 你就支持我吧 我受不了李浩的游说 拿出了所有的积蓄 一个月不到 李浩就拿回了第一笔盈利 挣了钱的李浩 突然有些财大气粗了 我在商场工作 那天赶上商场大宿活动 加班到深夜 才回到家的我 饿得前胸踢后背 刚进家门 就看到李浩坐在电脑前 正在打游戏 他头也不回 直接埋怨我 干嘛了才回来 你想饿死我 我忍不住回他一句 你有时间玩游戏 没有时间做饭 他当即就不高兴了 我忙着挣钱还得做饭 我是铁打的 我更不高兴了 那我不也是忙着挣钱 还得做饭 我就是铁打的 李浩回头盯着我 我挣的是大钱 我才是这个家庭 最大的贡献者 我当即沉默了 如果再辩论下去 估计只能越来越强 最后引发战争 我默默地去了厨房 下了一碗西红柿鸡蛋面 李浩却一脸嫌弃 连个婚姓都没有 这饭怎么吃啊 我心里哀叹一声 为什么觉得婚后和婚前 是两个世界呢 很快 我和李浩 再一次爆发了家庭战争 结婚快一年了 我依旧没有怀孕 为此我心急如焚 我已经三十一岁了 理论上已经是大龄产妇了 那天我向李浩提议 一起去医院检查一下 可我没有想到 李浩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 要孩子干什么 适合拉撒睡 哪有那么多精力 再说了 我们还年轻 二人世界还没玩够呢 不要累赘 我气得大吼 是你还年轻 我不年轻了 反正 我不想这么早要孩子 我可不想大吼的青春 被孩子摧毁了 李浩坚决地说 我气得大哭 那你为什么不替我想想 再拖下去 我可能就做不了母亲了 李浩见我哭了 气焰小了一些 大不了 将来去抱养一个忙 这次争吵的结果 我直接被气病了 李浩心虚 那几天 面对我的冷漠 总是小心翼翼 还拉下脸 把我妈请来照顾我 周末 和我关系最好的表妹 突然找我借钱 我打电话给李浩 让他赶紧给我准备 两万块钱 没想到 他突然就咆哮了 你经过我同意了吗 就借钱给别人 我不由地生气了 我自己的钱借我表妹 干嘛要经过你同意 不借 李浩直接挂了电话 我火冒三丈 又给他打电话 他竟然关机了 我打给他 最好的哥们李子 嫂子 我告诉你实情 李浩他理财被骗了 赔光了钱 刚才来向我借两万 我瘫倒在地 理财 我虽然不明白 他究竟做的什么理财 但从李子的话语里 我知道 我的十几万没了 直到深夜 李浩才回来 赶紧倒水给我喝 他像以前那样命令我 我依旧一动不动 你是木乃伊吗 没听见我渴了吗 他愤愤地吼 我突然觉得心里冰冻一样冷 我抬头看着眼前这个狼狈的男人 脑海里闪现着婚后的一切 我像呵护自己的弟弟一样呵护着他 不 很多时候 我更像是个妈妈 我伺候他吃喝拉撒 惯着他辞职 玩游戏 逛酒吧 打高尔夫球 明明是个穷鬼 我却把他宠成了少爷 可我自己呢 自从结婚 我丧失了所有的娱乐 只会上班 还有伺候他 我不禁反思自己 这场姐弟恋 是不是真的走到了尽头了 清晨醒来时 面对我的质问 李后痛哭流涕 老婆 这几天 我觉得自己生活在地狱里 都没脸见你了 许多次我都想跳楼自杀 可以想到你 我又不舍得死去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只是想让你生活得 再好一些 我抱着李后痛哭 心中万千的痛恨和怨愤 因为他这一段 发自肺腑的七处告白 而烟消云散 我在心里安安告诉自己 给他一次机会吧 不就十几万吗 只要能踏踏实实上班 生活比什么都强 我是偶然发现 结婚手势没了的 面对我的咆哮 李后垂直头 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我骂了 我不甘心 我想挣大钱 我没有想到 他竟然为了玩投资 卖了我的结婚手势 对于我来说 他就像卖了我们的婚姻一样 让我绝望和痛心 更让我崩溃的是 他的几个哥们 相继打电话给我 说李后借了他们的钱 让我还钱 他已经完全不可救药了 我绝望地提出离婚 可李后死活不同意 就在我们僵持不下的时候 又一个惊天爆雷 把我炸得粉碎 李后的亲妈找上了门来 李后竟然不是孤儿 她竟然骗我 婆婆一进门 就对我赤目相向 就你 勾引了我家浩浩 让她和我们断绝关系的 面对婆婆可笑的指责 我没有丝毫退让 我没有勾引她 是她追的我 哼 怎么可能 你多大 三十多了吧 瞧瞧你眼角那皱纹 我家浩浩 怎么可能喜欢你 婆婆对我一脸嫌弃 我的肺都要快气炸了 您来得正好 我们正要离婚 请把您儿子带走 什么 离婚 婆婆亮着嗓门吼起来 离婚你也别想得到我们浩浩半分钱 搞清楚 是她欠我钱 我简直不明白她怎么会这样想 女人突然泪眼婆娑 我的浩浩 你怎么能娶这样一个老女人 你吉父是不会同意的 李浩的妈妈其实很有钱 因为她嫁了一个很有钱的男人 而李浩痛恨妈妈抛弃了她和爸爸 在爸爸去世后 毅然与妈妈断绝了来往 我不是带着对我满满的恨离开的 在她眼里 我是抢走她心爱儿子的妖怪 我执意离婚 李浩彻底生气了 那天她竟然喝醉之后 和几个哥们去我的单位找我理论 可想而知 商场里是多么混乱 保安 警察 顾客 堪比警匪片现场 这次我不仅赔了商场一大笔钱 还丢了工作 我悄悄心租了房子 把所有的衣物都搬走了 我委托了律师 把离婚协议书寄给了李浩 可没想到 李浩竟然找到了我的住处 她在楼道里大喊着我的名字 老婆 我不离婚 坚决不离婚 我爱你 我不能离开你 左邻右舍纷纷打电话给物业 告我扰名 无奈之下 我把李浩让进了房间 她声泪俱下 你如果非要和我离婚 我就跳楼给你看 我不畏威胁 我活得太累了 李浩 我们的婚姻本身就是一场错误 放了我吧 话音刚落 李浩拉开阳台的窗户 就跳了下去 我吓得尖叫起来 我只抓住了她的衣角 然后便看着她像天叶子一样坠落下去 我发疯地冲向楼去 三楼 虽然不高 但李浩却左腿严重骨折 大脑有轻微的脑震荡 我不知道婆婆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 她冲进病房 上来就给我两个响亮的耳光 你这个蛇蟹女人 你是要害死我儿子吗 我要告你谋杀 我沉默不语 毕竟是因为我跳楼 在便捷只能火上浇油 我日夜在伺候李浩 婆婆在一边什么事情都不做 只管监督我 她甚至认为我比李浩大 没有尽好照顾她的义务 要求我对着李浩跪着服务 补偿的 我默默地按照婆婆的要求 给李浩结屎接尿 擦身 喂饭的时候跪着喂她 我们之间几乎没有语言交流 直到那天医生说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李浩突然说 老婆 我同意离婚 我蹲在地上 嚎啕大哭 我和李浩安静地离婚了 没有任何财产分割 因为没有财产 爱情来过又走了这场姐弟恋 耗费了我太多的心神和感情 如果还有下次婚姻 我一定不再姐弟婚姻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